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邊爐家族的影響力真是無遠忽界 除了在本地將這隻武廢惹到周圍之外 最近還受到日本媒體的青睞 得到廣泛的報導 於是不少日本人就嚇倒了 開始對於火鍋卻捕 什麼shabu shabu sukiyaki 他們都開錢不敢去吃 至於本地的情況是怎樣 那些火鍋店的東主全部叫救命 為什麼呢 人家說明是受到邊爐家族所害 我們一起聽聽他怎樣說 這個香港中小企食店聯盟的召集人 開火鍋店的林瑞華師兄就說 自從這個打邊爐家族染病之後 十幾間分店大受打擊 生意跌了九成 每天都分幾台客 昨天其中一間分店生意額只有四千多元 真是非常慘大 門可羅爵 拍烏鷹 當然就是拜這個邊爐家族所賜 人家都說明了 至於開茶餐廳和小食店的一位東主透露 最近這個月生意大跌超過五成 暫時只能夠裁員三分之一 以及減少輸入食材來截省成本 他說若情況惡化 每月要虧四五十萬 真是不打算再做了 又說口罩真是最嚴峻 因為他和其他食店東主都說 根本上去海外採購這些口罩 都是不成功的 故此每個月就要在本地捱的貴價口罩 成本極高 難以負擔 其實他又說得沒錯 現在請個伙計回來 除了要支薪金給他 還要幫他買了口罩 就沒理由叫伙計戴口罩上班 人家理你一傻 現在就算所有食店員工戴口罩 都給不到市民信心 更何況如果沒有口罩 我想沒有人敢進去 所以皮肺真的重了很多 現時那些火鍋店就身受其害 到底有沒有一個安全的辦法 是可以打邊爐的呢 其實也是有的 你只要去買那些一人鞭奴套 在家裡那些 自己對著自己打 即是一二角 不要有其他人埋你身 這樣就一定非常安全 除非本身那個人已經是武肺的潛伏者 否則肯定沒事 因為武肺就不會通過食水或食材來傳播 只會通過飛沫 直接接觸或是汽溶膠 即是霧化粒子傳播 而這些傳播的途徑 在火鍋店裡 就真的非常高風險 因為你永遠不會知道 跟你一起吃東西的那個人有沒有事 還有我想應該不會有一個人 單丁地走進去那些火鍋店 幫襯的 這些打邊爐肯定是一班人 圍在一起才過癮的 所謂圍爐 就算有 你一個人單丁地走進去都沒有用 因為那間店鋪不僅只有你一個人幫襯 還有一些傻佬 傻佬都是幫襯的 所以走進去店鋪幫襯就肯定不安全 現在如果萬不得已 真是那條邊爐人發起上來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那你唯有自己買個爐 在家裡病壞了 而各自吃 也不要邀請你的家人一起吃 因為你都不知道他出街 又是接觸過那些什麼人 現在安全至上 所有事情都要 好了 這個邊爐家族的影響 其實就開始逐漸浮現了 因為他們就把這隻母肺 引起他們工作單位 比如說北京樓 這個藍店 美心旗下的酒樓 最新的消息就說 他的同事已經確診了 現在連他同事的妹妹都開始出現病徵 需要留院就接受隔離治療了 倘若這宗案件最後確實的話 可以反映出這件事 真的傳播能力是非常之強的 所以我想 現在就開始有些人是潛伏者 只不過未發作 現在就有傳一宗消息 就說特區政府想著下個星期 就取消在家工作了 如果他們真的這樣搞的話 就當然是起了一個帶頭作用 其他的銀行 或者大型的企業 就會跟隨政府取消在家工作的安排 在目前這件事 還未完全受控之際 如果某某然取消這些在家工作的安排 就只會使得更多人更加擠涌 這樣的情況當然 會有機會促進社區大爆發的機會 我建議特區政府不要忘固現實 最好將在家工作延期一至兩週 直至某一段特定的日子期間 再無新增的確診個案 你先好取消這個安排 否則真的有機會一窩熟 目前很多外賣平台 已經開始加強了所謂防疫功夫 根據最新收到的消息 這個Pizza Hut Food Panda 和麥麥宋 只會把外賣送到地下大堂 或者大廈的管理處 其實最好這些外賣都不要喊 因為你都不知道外賣完 到底他的健康狀況是怎樣的 如果喊外賣還要去外賣 不妨多走兩步 直接去到店鋪那裡買賣 真是免得拿來煩 另外想說一下搶購潮 目前的米、廁紙和清潔消毒用品 供應仍然非常緊張 在超市內一上架馬上就搶購一空 而且香港的藥房一翻貨 就已經引起了 至少每間藥房 我目測得到 都有百多人去排隊 這種情況當然是非常不健康 特區政府完全是不作為的 繼續不採取任何調控的措施 一味只懂得叫市民不需要擔心 而市民正正是不信任特區政府 才去大手入貨 我想這個情形要去到 當需求完全飽和 買到滯了才可以得到解決 因為特區政府看不到他有任何動機 是想著要解決這個問題 最近看到一個消息 民建聯說支持特區政府要派錢一萬 我看到有些網民馬上破口大罵 說民建聯去用錢買票 實情這些人沒有看新聞 因為支持派錢的不只有民建聯 而且自由黨和新聞黨都建議派消費券一萬元 而民主黨和公民黨實情一早已經支持特區政府派錢一萬元 我覺得不應該是指問立場 不問是非 沒有理由因為民建聯都支持派錢 所以就去反對派錢那麼笨 因為有其他政黨 泛民的政黨都支持派錢 實情派錢和民建聯應該分開處理 大家可以繼續抹民建聯 只不過不要反對派錢 到選舉的時候 你到時可以不投民建聯 而且又不是只有民建聯爭取派錢 所以千萬不要搞錯這件事 因為泛民也有份支持 不是民建聯獨家 先搞清楚這件事 可能有些人不看新聞 然後我們逐一討論 那些人反對派錢的原因是什麼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這些派錢其實不符合公共財政政策的原則 我覺得如果這個原則套用在西方的民主、文明、法治和自由的角度 就是適用的 如果你在那些地方去爭取派錢 就可能會被人妙和被人笑 只不過在香港特別的行政區之下 我想請問大家是否依然相信 林鄭月娥或者陳茂波 可以很妥善地來理財 到底這個政府是否為人民服務 你所說的那些西方文明國家 當然他就是要為人民服務 如果他不是為人民服務 當他下一次換屆選舉的時候 他就是會被人用選票攀下台 只不過香港完全不是這個情況 根本上林鄭月娥如何對待香港的人民 大家都心知肚明 沒有理由在民意調查當中被林鄭月娥零分 當去到財政預算的時候 又突然對於林鄭月娥和陳茂波 予以無限的信任 就要將財政的大權交回他們手上 這些完全是自相矛盾 在外國如果爭取派錢 可能就是非理性和不務實 只不過在香港爭取派錢就是最理性和最務實的做法 第二件事就是 有些人就說 與其派錢不如將那些東西拿去做實事 拿去建公屋、建醫院好過 這些人對於香港公共財政的儲備 是完全沒有概念的 我解釋給大家聽 香港目前的財政儲備 截至2019年11月30日為止 就有10257億港元 至於外匯的儲備 截至12月底 官方的外匯儲備資產是4413億美元 截算港元是34294億 兩者加起來是44551億 即是4.45兆 一個天文的數字 所以就算他派錢 陳茂波也拋過數字 約600多億 我猜大概700億 將44551億 除回700億 都可以派63次 如果一個政府的班子 真正為人民服務的話 根本上派錢和建公屋、建醫院、建什麼、建七 都是並行不撥 完全兩者之間沒有矛盾 千萬不要把派錢和建公屋、建什麼、建什麼的訴求對立起來 這不是議員對立的 搞清楚搞錯 那些人的思維太嚇唬了 最後就是 根本上這些公帑的錢 是來自誰 不是來自林鄭 不是來自鄧炳強 而是屬於我們700多萬全體的香港市民 要求特區政府派錢 只不過是頑富於民的一種方式 而且不派錢的話 那些錢不一樣是冤枉洗掉它 比如說出錢給警察開OT 或者是出錢給警察去買武器 對付我們自己市民 在疫情蔓延的情況下 不如派一萬元給我們頂住才好過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